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 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华裔引以为傲的事 但是在其他种族眼里 又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呢 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位马来女生 她是因为很想跟一群华人的子弟一起游玩 可是因为沟通上的问题 让她蒙起了想学华语的信念 进而开始了她学华语的历程 同时也成为了国音广播机构 有史以来第一位DV度华语新闻的主播和记者 透过她的角度 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她对华人文化的一个体悟 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DV度华语新闻主播拉斯达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拉斯达 我的马来名叫Rashida 那人家知道我是一名华语新闻的主播 也是一名记者的时候 他们听到我说华语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你怎样学到你的华语 你学华语难不难 所以我觉得就是学华文的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故事 非常有就是独特的一个经验 所以在我分享我的故事之前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每次新年一到 旗袍对变成时装舞台注目的焦点 而旗袍的设计也符合了现代人审美的要求 不断的改变 而在我国多元种族的国家 旗袍也变成了非华人女性喜爱的服装 那他们选择的旗袍在设计上 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这是我第一次的做专题 被允许出街的那种Stand-up Stand-up就是我们做记者的时候 我们去采访说的那一小段话 每次我看回这个影片 我会觉得 这么纳什是这样的 就是我会觉得 纳什的那种概念就是 你讲华语 什么东西都要翘舍 就是标准的华语 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学语音 我觉得学语音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路 非常孤独的一个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学问 因为如果是别的课 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个课本 然后你学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语音课 可能你可以买那个课本 不过你知道 那个发音的那个位置是在那里 然后是要怎样发音 不过原来你自己做的时候 又不一定对 你请教老师的时候 老师会跟你讲 你念那个东西还不到位 你的第二声不到位 你的第三声不够低 还是什么这样子 明明我觉得是已经够低了 明明就我觉得我念到很好了 就好像我念念 然后之前就是我会以蚂蚓的那种方式 就念念念念念 就是那个A好像我吃掉了 然后就吃飞了 然后过后呢 我老师就会说 你可以发好来 你的那个孕母 你的那个生母 就是你要念出来 念才是对的 所以我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过后呢 我也不懂我练到对还是不对 再去见老师的时候 老师就会再纠正我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语音的东西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漫长的路 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是大家值得去学习的 一个华文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我会念华小 很多人就会问我 你念华小 是不是你妈妈逼的 如果我妈妈听到这样子 她一定拉我的耳朵 因为其实都是我要求进华小的 那个蘑菇头 那个蘑菇头就是我了 然后其实一开始 是因为我进那个钢琴课 然后钢琴课里面 有很多的华人小朋友 然后那时就是很多小朋友 就是我看到人家小朋友 在那边有说有笑 不过我又不明白 他们在玩什么东西 所以我只能从远远这样子 然后跟他们笑笑 然后就是躲在角落 然后就是很寂寞 很孤独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很不爽 我就狗妈妈说 我可以念华小吗 所以我可以跟那些华人小朋友 去一起玩 然后我妈妈就吓到 她就说 你要念华小啊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会说华文 所以他们担心 如果我进了华小呢 谁要教我华文 如果我在课业上有什么的问题呢 就是我要向谁求救 不过我那时的那个心态就是 我觉得那个心态 跟我现在人那种心态是差不多了 就是我觉得人家 觉得我做不到 或是比较难的东西 我都想去试一试一下 我可以不可以做 所以我每次都是跟我妈妈说 可以的啦 可以的啦 什么东西也可以的啦 所以那时我就开始了 我的华小的生活 然后也是会有人问 你念华文就是学华文会很难嘛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是从小学学那个华文 所以我觉得我有那个环境 而且你从小学那个华文 你又不用想有关事业啊 又不用想有关家庭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学 而且那个环境 你很多的朋友在你身边 可以让你练习 可以让你每天从基本的那种 华文的词语 就好像以前我们常常跟朋友讲的 一开始讲的那种话就是 你今天子日生是做什么的 你是扫地的吗 你今天是倒垃圾的吗 你还没有倒垃圾的 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词语 然后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子讲话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词语 会越来越进步 为什么我过后选了读宗 其实也是有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怎样的小插曲呢 就是我一开始是念国中的 不过在国中 就是那间学校的那个国中 华人的学生 他们上华文的时候 然后马来学生就上回教课 那时我就觉得 不是所有的华文课 只是部分的华文课 我们上不到 不过我觉得我跟华人考的那个考卷都一样 为什么我少学到那个华文课 所以我那时的那个心情就是 回家就愁眉苦脸 然后就是和心情很低落那种 然后妈妈就问我 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 有一天他就见到一个读宗老师 那个读宗老师是马来老师 他也是会说华文的老师 那个读宗老师 他就问我妈妈 你要不要送你的孩子去读宗念书 然后我妈妈就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去读宗念书 因为如果在读宗念书 你又可以考那个SPM 你又可以考那个同考 如果你考同考 你在外国留学 就是有这个机会 然后如果是你考SPM 又受到政府承认 然后你可以考公务员 你可以进政府大学都可以 所以我想了又想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 因为你可以一举两得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选择 进了读宗 然后我第一个读宗 就是在乙保的生灾读宗 那时我住在江沙 其实我每天都是来回 我从江沙到乙保 大概有45分钟的路程 然后还要经过一个大道 所以我那时 我妈妈就每天凌晨4点 就从家里 因为她是老师 所以她过后还要教书 然后凌晨4点 她就载着我 载着我妹妹 然后驾车去乙保 其实对我来说就还好 因为我可以在车上睡觉 打呼都可以 不过我的妈妈就不能了 因为她要驾车 所以她那时也是 一直叫我跟我一起谈天 她就说 她一直重复这句话 就是说 你要记得我的这个牺牲 就是我每天凌晨4点起来 然后载你 然后还要回去教书 如果你在学华文的这个路程 你觉得你想放弃 你就记得一下我的那个牺牲 所以 其实那句话 就是她一直重复到现在 我觉得好长期的这个妈妈 不过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我有这样的妈妈 因为她愿意为我的那个教育 牺牲 为她的孩子的好 就是牺牲 那时的那个生活就是维持了大概九个月吧 过后我们搬到吉隆坡 然后我们在 我的第二个赌宗是在 吉隆坡的寻人中学 我那时是考到 考到公务员 然后公务员如果是在RTM 我们可以做 我们的那个职位是制作人 制作人你可以做 所有电视的这种东西 就好像你可以做拍戏的 你可以做节目的 你可以做新闻的 所以那时呢 我的上司就派我到新闻组 我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名记者 然后我那时是在那个 他们派我到马来主 因为他们说如果是在马来新闻组 你可以学到比较全面的 采访新闻的那些知识 然后就是你可以采访那些部长 你可以采访那些社会新闻 就是各方面的那种学问 然后我就大概有四年了吧 大概在四年在那个马来新闻组 然后过后我上司就问我 你要不要试一下进华语新闻组 因为你懂华文吗 其实我那时忧郁了很久 因为四年我没有那个环境 去每天说华文嘛 所以我觉得我的华文是已经退步了很多 因为我那时就是 我用埋文来想 然后要翻译去华文 然后每次跟那个华人朋友讲的时候 就是出现那种 持穷的那种尴尬的那个局面 不过就是我又带着那种心态 哎呀可以的啦可以的啦 然后我就答应我的上司说 可以啊我要进那个华语新闻组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做那种 很基本的那种幕后的工作 就好像天气预报啊 然后做那个财经表啊 然后做那个下面那种跑马灯 然后还有那些出字幕的那种工作 所以我觉得大概维持了一年吧 就算我有跟我的同事去采访 不过我只是跟着他们 然后就算我有写稿 但我的稿就是收着当做记录 当做练习的那种 然后就算我有翻译 就是我翻译的那个稿 那个制作人就会很婉转的跟我讲 我们今天的那个稿已经够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了 所以大概维持了大概一年多这样子 然后过后我才慢慢的 我有写短短的稿 然后我有去采访自己写自己的那个采访稿 然后我有慢慢的去做那个standupper 其实我做那个standupper的那个第一次出街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吧 其实我采访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的那种趋势 我去采访部长 那时因为我已经有点久没有去采访了 所以我那时去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紧张 不过我还是要问 因为我要那个华文的那个sound vibe 然后我问的时候 我就问问问 过后 我问过后 我看到那个部长定格了 我就很害怕 我就说 他到底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很想找那个地洞来钻 不过那时没有地洞 而且全部人都好像转向我 把我当成焦点这样子 我不得要跑去那里 还好他定格五秒 要不然我心脏病没有了 然后他定格五秒了 过后他就说 哇 你的华文很好 那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不是一口气 是很多口气 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上司就问我 你要试一下 做那个华语新闻的主播吗 因为你一直都有念那个旁述 你要不要试一下 就是比较前一步的那个发展 那时就很压力 不过呢我就想 你单单在那边忧虑 也没有什么帮到你啊 所以我那期间 可能是三到六个月吧 然后我就一直进那个直播室 然后我慢慢慢慢地练习 其实华社跟马来社会 都有正面跟反面的回响 不过呢这些回响 就是我觉得 我决定要出境的那时 我觉得就是你要准备 人家讲你好啊 或是不好啊 人家攻击你啊 或是给你支持啊 我觉得都要接受 比较负面的就是好像讲 你的语音啊那也要改善啊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语速要加快啊 还是加慢啊 或是你看起来很紧张啊 那些东西 不过我觉得那种的那个负面的 比较负面的评语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评语 所以我会snapshot起来 然后我会过后 我想从这方面去改善 我自己的那个播报的方式 不过如果我觉得比较没有 我觉得可以比较忽略的那种评语 就是好像马来人抢饭碗啊 这种言论啊 或是这个已经没有华人 可以报华语新闻了 还是什么这样子的那种评论 我觉得我看看就好 不过我觉得网民就是 就是外界很可爱一下 因为我看到好像有支持的 然后有比较负面的那种评论 然后在负面的那种评论呢 他们支持的那些人啊 就会好像去返回来那种 比较负面的那种评论 我看到了好像他们吵了一番这样子 我在家看comment那种 我就觉得 我很想跳出来那个留言区那边啊 很想讲 谋打 谋打 我OK的 我OK的 马来社会也是有正面跟反面的那种反应 正面的反应就是好像留言区那边 我看到他们就会说 他们自己也是有学那个华文 所以他们说 他们学华文了过后呢 他们有看到怎样的好处啊 他们可以去到那里 就是用他们这方面的那种优势啊 然后他们有些就是送他们的那个 那个孩子去华校 然后他们就在留言区那边 他们就分享他们的那种经验 有些就会问说 为什么你不学那个阿拉伯文 为什么你一定要学华文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会说 为什么你戴那个头巾是比较短的 不戴那个比较长的那个头巾 不过这些留言就是看看就好了 我遇过很多的人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梦想 然后他们有这样的天分 外表也不错 应该是比我好很多倍 不过他们就是 他们听到人家说比较负面的那种评语 或是比较负面的那种能量 就是跟你讲 哎呀你不行的啦 这样弄到你很压力的啦 哎呀这样或是作弄他们啊 还是这种方式啊 他们就会觉得 他们不想去继续他们的这个梦想了 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鼓励他们 在给他们那个信心 在不放弃他们 就是一直教他们 不过他们比较偏向 要相信这个负能量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 你不要放弃自己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投降给那种 给你负能量的人 你会很对不起给你那种正能量的人 就好像我的语音老师 他虽然是一直在那边说 你这个做到不好 你那个做到不好 不过还是有教我怎样做到好 所以我打从心底我就说 你老师都没有再放弃你 你有什么资格去放弃你自己呢 马来新闻组跟那个华语新闻组有什么不一样呢 马来新闻组呢 他们就是他们采访的东西 他们的那个焦点是比较广泛的 就是全国性的东西 就好像我举例说 好像那个财政预算案的那个新闻 如果是马来新闻组 他们就会把那个焦点放在 政府在几年几年拨款了多少多少 给全国的教育领域 然后如果是华语新闻组呢 那个焦点就是 政府会在几年几年拨款给 拨款给华社多少多少 拨款给华小多少多少 拨款给独钟多少 拨款给华人新村多少的 这方面的角度 因为马来新闻组是比较全国性的观众 如果你了解你的家人 你了解你的伴侣 你了解你的姐妹 不管你身边的所有人 如果你了解了 你会多多包容他们 你会多多去了解 减少那个我们一直有的那个误会 其实我去旅行的那种朋友 也就是去外国旅行 还是本地旅行 就是我跟华人朋友去旅行 然后我会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要去 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旅行 你要去感受一下 当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当地有什么美景 所以我会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要去那边 吃什么有关猪的东西 或是不清蒸的东西 你们尽管去吃 你们不用理我 我会自己找食物 然后我会可能去打包 还是怎样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真的我没有食物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讲 原来我就讲 哎呀有点饿 原来他们已经帮我偷偷的 买食物了 就是在那种7-11 然后买一些 他们看了那个食物的那个清单 没有猪油 没有那种 我跟他们讲过 我不能吃的那些东西 然后他们偷偷的帮我买 然后我讲我饿的时候 突然间好像有天使 拿食物给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感动 我很庆幸 我有这样了解我的朋友 然后其实很多人就会说 就是那个政治人物啊 或是比较大人物啊 他们一直出那种比较极端的那种言论 我觉得可能大人物或是政治人物 他们讲的那种话 有被放大话 而且有时呢 他们自己 有那个用意 就是他们要拿更多的选票 还是怎样 所以可能他们在这群人 这个群体讲的话 跟这个群体讲的话 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在这个群体讲的话 可能被搬到另外一个媒体 另外一个群体的媒体 讲话 就会被放大 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极端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可以完完全全地反映出 我们的那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有种族歧视的那种环境 不过呢 我觉得我们的种族和谐的这个这方面 最主要是从我们自己开始 你自己想想一下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讲过 那个人是马来婆 或是埋人 有没有讲过 那个人吃猪的 那个华人吃猪 那个华人不清真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那种想法 其实你自己也是有那种种族歧视的成分 如果你了解你身边的人 你就不会讲这种话 你就会更多的包容 你会更加的尊重彼此的宗教和文化 我们的国家已经独立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有那种标签性的那个想法 就好像马来人只可以做马来人做的东西 华人只可以做华人做的东西 就好像我的上司是一名华人 然后他是报马来新闻的 然后我是报那个华语新闻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我想 如果是有华人去报戴米尔新闻 或是有埋人去报戴米尔新闻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呈现到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非常有多元种族的环境 我很感谢我今天有这样的平台 跟大家分享正面的讯息 相互尊重彼此谅解 可以消除种种的分歧 把压力当作是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的拉斯达 在华语新闻主播的道路上 走得步步踏实 我们也期许他继续能够将 这样子的一个正向思维发扬光大 再次感谢拉斯达的精彩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